那么这个消息呢 准备考驾照的各位小伙伴要注意 从即日起到1月10号 沈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对网络设备进行维护和升级 所以这个期间呢 将暂停全部驾驶人考试业务 那么从现在开始一直到1月10号呢 沈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呢 会暂停全部驾驶人的考试业务 那么相关业务该如何来办理呢 第一点大家最关心的就是 如果已经是预约了相关的 驾驶证考试科目的人员呢 这部分的人员呢 我们的相关部门呢 会对你曾经已经预约的考试科目 以及考试时间进行统一的调整和安排 因为我身边有朋友 也是报考这个驾驶员的这个学习了 但是可能就是 就是整体的这个是一个大的调整嘛 然后可能调整之后的 也是听这个统一的安排 那目前看的话 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那么看来呢 这部分的业务大家是不需要担心的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业务呢 大家是要通过交管12123APP来进行办理的 那么这几项业务呢 主要是有办理驾驶人 补患证 转入患证 审验 延期和年度体检等 与驾驶人考试无关的业务 这样的话就可以通过交管12123APP 或者是到车管所及市区 各交警大队窗口来办理 除此之外呢 各驾校申请出领 增价考试等业务暂停办理 1月1号之后呢 可以登陆交管12123APP 查询1月10号以后的考试计划 并且进行相应的申请预约 影响吗 影响不大呀 就年减的时候 刚才需要吧 平时没有什么影响 其实如果需要的话 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12123APP来办理 那么除了以上我们提到的这些业务之外呢 还有一些相关的业务呢 大家是需要通过其他的窗口来进行办理的 这其中就包括呢 办理军警驾驶证 换领地方驾驶证 外籍驾驶证 换领中国驾驶证 等与考试相关的业务 可以到驾管分锁 八棵树交警驾管处窗口申请 同时呢 办理注销可恢复 满分学习考试 注销可恢复考试 实习期考试业务等 可以到小洋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交通安全教育培训中心申请办理 大家如果这几天要办理相关业务的话 一定要注意办理方式的变化 以免耽误大伙的时间